我們上次拍了一支業配商品 老實說 就是把我們覺得業配過的東西比較好的 再拿出來講一次 然後順便回答一些大家 看到影片之後偷問我們的問題 就是說這東西真的好用嗎? 它那個東西會不會哪裡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因為這支影片沒有廠商的控制 所以我們可以很老實的 跟你們回答所有的問題 妳好了嗎? 我在找問題嘛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九陽的K9S多功能破壁調理機 這台啊因為我們有做團購 所以在下面呢就有一堆人留言問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把最多人問的那幾個問題 直接整理出來 然後回答給大家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呢 是如果沒有水了 要把水補滿要從哪裡加? 這個呢就很簡單 就是從它後面這裡 就跟一般的咖啡機一樣 它是裝在後面 不過要注意的是說 它這上面還是有跟你講說 不可以加礦泉水、礦物質水、自來水 一定要加純淨水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說 煮濃湯以後有自動清洗的功能嗎? 不需要 因為啊 它煮完濃湯以後 它並不會經過它的管線 把它流到這個草裡面 只有做豆漿飲品的時候才會 所以之後煮完以後要清洗的話 就只需要清洗這個部分 把它清洗乾淨就好了 然後呢 也是有人問說 那這個煮完湯品之後再煮豆漿 會不會有味道的殘留? 不會 因為這個就取決在於說 你這個草 你自己有把它清洗得多乾淨 因為它就是 湯品不會經過內部的管線 所以不會有洗不乾淨的問題 再來 這一台 煮出來的豆漿味道是跟K96是一樣的嗎? K96就是他們的上一代 就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也沒有爭香功能的那一台 那一台煮出來呢 我覺得他們兩個的味道上面 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 因為K96 比較多人可能會講說 它可能會有個生豆味比較重 他們會覺得那個豆子可能要煮過 那我自己個人是吃不出那個生豆味 但是我覺得有比較大的差異是說 這一台K96磨出來的 是比K96來的細緻的 所以兩個比較喝起來呢 我覺得K96是喝起來比較順口 我們也是有認識的人說 喝起來這台比較沒有生豆味 我覺得因為它打得比較細 所以加熱的過程會減少那個生豆味 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可以喝出來生豆味的差異 反正就是這一台比較好喝 對 有一個很多人偷問的問題就是 這個煎香會不會用起來喵喵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用 有沒有加分 我覺得是還不錯 因為我自己個人喜歡它是長方形的 然後它又附了兩層 因為像我們平常是在蒸魚啊 或者是蒸包子什麼的 你如果是用圓形的蒸魚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會有一些角落 是被浪費掉的 然後或者像魚 它有可能是會通出去 那它這個就解決掉了沒有問題 它的蓋子啊 手把還有它最底部的這個草 都是用塑料去做出來的 所以它不會燙手 那它主體呢 就是用食用級的不鏽鋼去做的 這個煎香唯一一個點 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你還是需要小心你整個拿起來的時候 因為它下面是有洞的 其實水是會從這邊直接流出來的 所以我建議 如果大家要把這個拆開的話 可能真的要從底部一起 整個抬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之前一剛開始就是比較稠弱 不知道 然後是整個這樣子拌出去 傻了我滿身 然後還有人問說 這個蒸鍋它可以單獨做保溫的行程嗎 答案是不行的 它沒有辦法單獨設定保溫 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它可不可以單獨的設定它自己的行程 不要轉動這邊的調理機 它是可以的 因為它這台機器呢 直接就是分成兩邊 然後是兩邊各自的去操控它 所以它是可以單獨啟用它做料理的 最後有人問說 這一台可不可以拿來打糙米 然後把它打成米穀粉 打一些比較硬的東西 對他們就是擔心說這個道具會不會壞掉 廠商的建議是說 然後我們團購的時候 有送的那個研磨杯 對 它這個是不鏽鋼研磨杯 那它這個的不同是說 你看它的刀片 其實是很稠用的感覺 所以它來打冰塊 或是硬的東西的話 就比較耐打 然後這個就是直接可以 替換掉上面這個 然後把它裝進去 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希望比較養生嘛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讓你做出 非常養生的營體跟料理 但是它唯一一個比較要 需要考慮的就是 因為它佔地真的是需要比較大 我自己通常呢 就是可能 真乳是平常是先收起來的 真正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第二個商品呢 就是我前面這一台 這大概是我們 今年最嗨的 Christmas Present吧 Samsung Galaxy Tab S7 F1 跟Tab S7 Plus 它這個鍵盤呢 其實原本是要跟著F1的 F1是我的 然後它就一定把我的套裝鍵盤 把它去插在它的S7 Plus上面 它雖然是叫一個Tablet 就是只是這樣 這麼輕薄小小一台的東西 可是它用起來真的很像一台電腦 我覺得它真的很強大 我最喜歡它的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筆 它真的很好寫 寫起來跟真的 在紙上面寫東西 是感覺很像的 對 因為它的那個筆頭 設計的不太一樣 它也有可以 有一點那種可以壓下去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它聲音 它又會有回饋給你 就是寫字的那種 刷刷刷刷的聲音 然後你寫上去的時候 它的那個回饋的反應 其實是很快的 你剛剛直接讓大家看一下 它叫它Samsung Note做筆記的功能 有多強大 它現在這裡面呢 就是它的Samsung Note的版頁 它自己上面本身呢 就是很簡單很清楚的 給了你五種不同的筆刷 然後還有一個Highlighter 還有一個橡皮擦模式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直接讓你就是手寫 然後它幫你Key in 成 比如說我現在要寫Hello 你看它就是幫你直接轉成字了 然後我最喜歡的呢 就是它可以直接從旁邊這邊 拉你要的Reference的視窗出來 或者是你可以想要同時做兩件事情 可以一心很多用的人 而且你還可以調整不同的大小 然後它不只可以兩個視窗喔 它還可以三個視窗喔 然後最多可以做到三個視窗 然後它的筆好用呢 是說你還可以直接快速截圖 它會自己照了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選說 欸我要截這邊的 或者是我現在是全部嘛 我要截這裡的圖好了 這樣子截下來 截下來以後可以直接下載儲存 儲存以後它就會直接到你的圖庫裡面 你在Note這邊呢 直接就是在把你的圖像從剛剛那邊 抓出來 然後 它就貼上去了 現在貼進去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再選你的筆 然後 這邊直接寫說 這是什麼東西啊 whatever 你看它寫真的是很順 然後還有因為我這支是Type S7 plus的筆 所以它的筆呢 是還可以直接做這種 一些遠端的控制 像比如說我就是按下這個鍵 然後這樣說 它就會截圖了 對 一樣就是它這邊已經先幫你歸類好 有三個視窗 你可以screenshot視窗 或者是你要像我剛剛一樣 就是screenshot整個 你看我現在點選這個 它就會出來直接focus在這個視窗上面 你再去拉 其實也都很快 然後你就可以下載它 對你就可以下載它 他們的筆啊 我覺得做的真的是很細心 它知道說你筆很長時候 這種東西很長時候隨便放 就會弄丟 所以它在設計的時候呢 就直接先設計了 上面可以吸 然後它下面這邊 後面這邊有一條 專門就是要給它吸的 然後因為我這台是sc plus嘛 所以它的筆呢 是充電式的 你只要把它這樣吸上來 它就開始自己充電了 所以你永遠不會忘記 它不會說 久久沒有用 然後就拿出來以後 發現說哇 我還要充電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喜歡把這個tab 直接帶出去工作的話呢 我就非常建議 你要再去加購這一個鍵盤 因為它裡面 它還有再附一個可以讓你吸筆 收納的地方 我真的好喜歡它這個鍵盤喔 這鍵盤好薄喔 看上去好討厭 這鍵盤原本是我的 你看 這樣子蓋起來 真的就很像是一般的保護套而已 可是它居然鍵盤就是放在裡面了 然後我必須說一下 它的墊真的很耐 你為什麼會知道它墊很耐呢 因為這個人昨天拿到這個新的tablet 就去挑了一間在台藝大隔壁 非常文心的一間咖啡 坐進去 它的電力真的蠻耐的 我昨天這樣子帶出去 給它做了一整個下午 我就是花了大概30%的電 然後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function 就是一鍵的 直接進入它的sensentex 它的sensentex呢 就直接這個畫面呢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桌機模式 它就又更像一台電腦了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真的是很想要用它這支筆 在這上面做各種的畫畫啊 然後寫note 所以大家如果說有什麼android的這種app 推薦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薦給我一下 因為我現在自己本身找到我覺得好用的呢 是有個叫concept的app 我喜歡它是因為它是一個 有點像是endless paper的概念 它就是 你可以這樣子一直滑動它 所有四面八方 你還可以放大 你還可以放大 然後它寫出來也都是清楚的 你可以畫無限的細節在你的畫裡面 對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brainstorming的app來用 因為很常的時候我們在寫idea 就是一個idea出來 然後你要再把它連寫到下一個idea 然後你要再把它連接到其他的idea的時候 你的map是越來越大的 可是如果說你只是寫在紙上面 你常常會覺得說 我紙不夠了 就會很煩 可是這個就不會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我還蠻喜歡這個app 根本不需要什麼高深的app好不好 我在Samsung Note裡面 直接畫這一朵花出來好不好 highlighter畫出來的一朵花 它的解鎖 多酷啊 它是螢幕的 我也有設定臉啦 它的那個解鎖功能非常多種 然後因為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就是 就是用臉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我就喜歡 你是說我笨喔 因為我是設定用臉解鎖 因為現在大家都戴口罩 然後我手機就是總 我現在自己人是覺得蠻笨的 我現在自己人是覺得蠻笨的 永遠都解不開啊現在 我現在看了這個螢幕 我是覺得它的螢幕好漂亮 好開心喔 不要再講了 你這一台是AMO類 是頂規的 因為它這個啊 就真的螢幕畫質很棒耶 然後追劇啊 或是看電視或是畫畫什麼 我都覺得好清楚喔 還有打電動特別有感覺 就算不用它 你就是把它擺在旁邊 你就會覺得好開心 你就要播個音樂啦 或是什麼 你就放在那邊覺得 欸欸欸欸做起來 好貴的裝飾品 好舒服喔 有一些業配啊 你接完之後就是 會再不斷的自己花錢去買 因為那個東西真的還不錯 然後這個東西呢 它不是電器 但是真的也是 算我們的必需品 那支影片的詢問度也是很高 就大家會問 對而且就是 我們朋友也有打電話來問說 欸這東西真的好吃嗎 我朋友在超市直接打來問我說 我要買 可不可以 買哪一包 就是 親近人的 調理包 對 這個真的是我自己 昨天又想去訂的 因為我們剛好就吃完了 我們很愛它的部隊鍋 我訂了十包的部隊鍋 你訂了十包部隊鍋 因為它就是大概一餐 就可以用一包 去煮出就是我們兩個人吃的量 這樣子 我們在影片裡面介紹很多包嘛 對 那你自己最愛的是哪幾包 就是最推薦 然後也最常回購的就是這三包 一個就是它的部隊鍋 還有就是它的那個燉雞醬 就是我們來煮安東雞的那個 還有它的燒肉醬 這個就是醃肉 然後做烤肉很好吃 然後因為它這種醬包呢 就是它裡面調味全部都已經幫你調好了 你只要丟料進去 所以就會變得很方便 你完全不用想 你今天調味出來會不會失敗 煮這個部隊鍋 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把一整包倒進去 然後加上一大杯的水 開火 洋蔥 蔥 香菇 哎呦 韓式拉麵 韓式魚板 然後德式香腸 然後我最後會再下肉片跟青菜 然後還有個蛋 然後你後面那個鍋子 也是我們之前推薦過的商品 之前的HOLA必買廚具 推薦的超多東西 那我們使用到現在呢 我們最推的一樣商品就是它的這個 Stone不沾倒池炒鍋 它這個鍋子啊 是真的算是還蠻實用的一個鍋子 就是它CP值很高 因為它一個鍋子可以抵很多個 因為它可以剪然後又可以炒 對 它有一點厚度在 對你看它的身體是很厚的 然後它又有做弧度 但是下面還是有一個平面的地方 可以讓你煎 而且它的屁股是厚的 所以它蓄熱效果不錯 煎牛排的話 那牛排是可以很容易上色 然後它的大小又很剛好是28公分 而且它還有附一個玻璃蓋 對 這個就是很適合像我們這樣的小家庭 所以這個鍋子算是我還蠻常用的 就是我現在基本上都是用它 然後再加上幾個 那你現在在用的這個鍋子 它是NEOFLAM的鍋子 對 也是你之前團購的鍋子 對 其實我也是還蠻喜歡這個鍋子的 它比較耐操 對 那它就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它的整個套組加起來 其實CP值也很高 它有非常多種不同的款式 它是主打說它是以一個天然的不沾塗層 真的有什麼掛傷或什麼 你可以不用擔心 所以它是一個很安全的產品 可是你就是要比較小心使用 對 然後它的不沾效果 也的確沒有它那一支那麼的厲害 但是呢 就是它這個NEOFLAM的鍋 真的就是很得媽媽的心 因為它好美 其實它真的使用起來也是還蠻好的 但是你真的要非常小心使用它 因為就是說它的不沾塗層 是天然材質的嘛 那你在刷它的過程 你只能用海綿 然後你也不能用冷水去沖熱的鍋子 最後我想要感謝大家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怎麼講 因為我覺得今天這一支是年末的 然後我們又在就是回顧 我們今年的一些業配廠商 其實我覺得還蠻感激的 就是有這些廠商願意跟我們合作 然後我也很感謝大家就是看我們這些影片 這樣子 你要流淚嗎 沒有 就是覺得就是剛好到年末就感觸比較多一點 謝謝大家就是今年這幾年一直來支持我們的 你現在這一段叫大家開小鈴鐺非常地剛好 好大家記得訂閱然後分享 不要不要訂閱了不要訂閱了 就是要開始小鈴鐺了 直接開小鈴鐺 訂閱沒有用不要開小鈴鐺 就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每個禮拜回來看我們一下 就只要搜尋一下一下還是在裡面喔 我還沒有結尾結在這裡 我還有一段 這個就是我們中文 對小確信就是吃韓式料理 然後配韓國節目 配電視 最近我們在看Rain的那個Travel Show 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對 他每次看到Rain就會想到我 我快開始吃 我覺得你們可以看一下我們之前Samsung的那一支 Tablet的開箱 你們如果去看那一支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我們有多喜歡這個產品 就是拍得非常的精緻 因為它真的非常好用 然後呢 我現在這個麥克風 是我們之後才要開箱的產品 是個卡拉OK 我今天還沒有要講它 不過可以先提早開放大家點歌 就是配上你的心情故事 因為你以前可能感情受創的時候 聽了某一首歌 可能怕怕劈腿啊 被當成工具人 你可以留言跟我們跟你喜歡的那個歌曲 那之後就會由豆媽來演唱大家的心情點播 不是我吧 是你啊 我以為你之後就是要來做一個我們的 年輕時候詭異的那種非常紅的那種 對啊 可是我覺得要配上一些故事 它會更有趣 所以就大家踴躍留言 我們會由豆媽來演唱 謝謝